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阿里山高山铁道 这铁道是用来运输木材的 这里是日治时期 从1912年开始到2015年为止 这有两个蒸汽火之头 还有了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里的历史 是从1912年到2015年 当时因为日本人要在台湾这边砍伐一些好木材运到日本去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砍伐 然后搞了一条铁道 从山上阿里山这里运输运到嘉义那边去 那么蒸汽火车的年代呢 当时因为要跑这些高山 比较弯比较抖的这个山路 所以的话呢 普通的那个蒸汽火车头是适应不了 所以呢就进行了一些的改良 那么这些火车头 蒸汽火车 当时是用那个柴油的 甚至有一些是电气化 哈喽 哈喽哈喽 诶 怎么这么巧啊 为什么会在这里碰到你们呢 真巧真巧真巧 啊 啊 那么待会一起玩了吧 啊 啊 一起玩 哈哈 所以一起玩一起走 啊 所以一起来玩的朋友 啊 那么当时呢 就是 这些火车 这些火车 蒸汽火车是用柴油 甚至有一些是电气化的 但是已经遭到淘汰了 那么剩下只有少数的蒸汽火车 啊 是夏衣室 还有谢室锅炉 就被保存下来 这种特殊的设计 是为了要登山用的 只有这种设计才能够来去克服这种伤势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火车头就是经过改良的蒸汽火车头 这个是在美国莱马斯巴顿蒸汽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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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日期是1910年8月 引擎吨速有95吨 行车速度上山11公里一小时 下山14公里一小时 也是比较慢的了 但是以当时的这个运输速度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了 在美国制造的 莱马斯巴顿蒸汽鸡头 火车鸡头 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齿轮 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齿轮 是办不到的 因为没有这些特殊的设计的话呢 很容易会滑波 会整个尺头还有上面运输的树木都会倾斜 会倒掉 所以的话呢 美国人的就是在这个火车头的下方 这个齿轮那里设计了一些特殊的结构 加入了一些的齿轮 那么这个轮轴之间呢 大家会加装这个齿轨作为咬合之用 上伤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有效的推力 下伤的时候又可以避免急速的下滑 很有味道的这个 盘然大物 很有历史价值 那么补拍这条片呢 是要介绍多一点有关这方面的资讯 这里有很多的历史照片 有关这个资战 有关这个运输 这日本人在这里 运输这个木材 这里有一个模型 模型是模仿这个山道路轨 到这个山穿过山 做了很多的山洞 这路轨是沿着这个开拙出来的山洞 来去穿过 这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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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目标 没讲一下 也许我会把你 这个工程真的是非常的厚大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日本人是怎么样来开拙这一条铁道的 日本人 日本人为了要搬运这里的木材 日本人那种目光跟远见 还有这种开创建 这种开创精神 实在是值得我们去赞许 学习 虽然说他们是作为一个殖民子 来这里抢夺这里的资源 但是他们也为了台湾 很多的文明 很多的文明 还有这种历史的记忆 留下了不少的 值得人们回味的事情 台湾 台湾这边真的有一个非常令我敬佩的地方 就是台湾的政府 他们不会去 尾坏 不会去破坏 不会去磨灭 这个历史的印记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值得我们欣赏 现在走在百年火车的轨道上面 感觉就好像回到过去 回到一百年前 这里是运输的运输车 这个卡车 当年的运输木材的一卡一卡的卡车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百年前 日本人是怎么样在山上砍柴佛墓 然后把上等的梁木 从这里大山里边 这个阿里山这里运到嘉义 然后又从嘉义 再运到哪一个港口 可能是高雄 可能是高雄 还是花莲 然后呢 用大船 给运回日本去 也许 也许日本的神社 其中里面的木头 木材 就是来自阿里山这里 让我们一起来想象 当年日本人是怎么样来经营这一条高山铁道的 殖民 殖民 殖民既然对被殖民的地方 被殖民的人民 带来了自由 人权 还有自尊的伤害 但是 日本人或者殖民子 他们因为他们的强大 他们的先进 也会为被殖民者带来了 文明 带来了 无限的创造 和机遇 所以大家 看待这个殖民跟被殖民的关系的时候 不能够单方面的来去看待问题 或者有局限性的来看待问题 必须从整体 从伤害 还有从贡献 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 很多时候 政权会强调 不断的强调 这个殖民子的罪行 殖民子的可恶 可惜 他们 会往往会忽略 还有 去隐瞒 殖民子 对被殖民子 还有被殖民的地方 的 很多的 贡献 很多 对这些地方 造福了这些地方的人民 为他们带来了 为他们带来了 长久的文明 和发展 所以看待问题要全面 看待历史 看待殖民的这个问题 也要全面 哇 这阿里山其中 山上 这一带 非常的 满 满